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中兴大学黄公系教授庄炳杰在脸书公布2018上半年台湾空污地图,台中不但挤进前十名,还超越竹苗地区。 国民党立委卢秀燕批评,庄炳杰接不少绿营委托案,因此空污地图不意外。 庄炳杰则说,林嘉隆好像没有委托他案子,反倒是新北侯市长有委托,对于卢的说法,庄炳杰脸书以心情符号觉得被逗了了来表示。 长期投入空污议题研究的庄炳杰教授,日前在脸书引用行政院环保局空污监测数据,制成2018上半年台湾空污地图,过去长辈指空品差的台中,不但挤进全台第十名,还超越被认为空气不错的竹苗地区。 卢秀燕昨,8日,接受电子媒体访问次议题时指出,以前台中市的空气是全国第一名,现在调到第十名,林嘉隆市长竟还洋洋得已。 他质疑庄炳杰这份报告的客观性,并指庄炳杰接了不少民进党政府的委托案件,所以这样的报告,他也不太意外,庄炳杰昨天也接受同家电视台访问, 他强调只是就事实来讲,台中市主要改善就是两年前就要求锅炉要改烧天然气,而平时只要电力够,就开始降载。 他随后也在脸书说,林嘉隆市长好像没有委托我研究案,反而新北侯市长有委托我业,并按批新中老市前的候选人,不值得托与市政。 中市府表示,根据行政院环保署历年空聘监测数据,台中府这四年来已大幅改善空气品质。 不过,卢秀燕所指过去台中市的空气品质是全国第一,警察环保署并没有这样的数字,市府也希望台中府的空聘全国第一,想请问卢秀燕的资料何来? 如果只为丑化林浮常改善空屋的成绩,实不可取。